严格遵守防疫准则而无法败票和集会的马六甲州选举 让各政党候选人头痛不已 由于只能够通过社交媒体宣传 先少使用网络的老一辈选民 非但没有办法接触到选区候选人 接收到的资讯也有限 纷纷希望选举委员会能够放宽州选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如此一来才能够好好地认识 谨慎选择心仪的人民代仪史 国盟国阵和新盟在所有28个选区全面开打 总共有112个人参选 这是马六甲历来候选人最多最激烈的州选 加上有多名新面孔上阵 本来就是政治新人缺乏知名度 再加上为了遵守选委会设下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式 只能强倒网络战狂刷存在感 这么一来非但候选人少了宣传亮相 传递选举理念的机会 影响了胜算 老一辈的选民也犹如脸盲症上身 候选人一字排开 傻傻分不清 所以,有些人,有些人,有些人,他就不懂 我请到SPR,去连接,去到家里,去游戏 因为游戏没用衣服,他就不知道谁被游戏 何老一被选民持不同意见 年轻选民反倒是垂力支持选委会的严格监控 限制讲座和掩护拜访等需要近距离接触的活动 以防爆发选举感染群 对他们而言,只要手机在手,一切都不是问题 马六甲州选将在来临20号执行投票 还有一个星期的竞选期 各阵营候选人要如何打破疆界 输出里面赢得选民的支持 创意和本领将会是胜负关键